但同时呢 把这个中场拦截覆盖能力非常强的瓦克 形势所迫 必须加强进攻的时候呢 只能舍弃一个防守端子 另外呢 上来这波雨 这样的话有可能 左边路进左边的军航就能达到 解放特歇拉 用特歇拉呢持球在左边进攻 我不让他一个人忍在前场了 吉祥呢还是停在右边 所以这是下半时 奥拉洛用的一个变化 因为有可能后面要打这个攻坚站 对 必须得有个高度 对 所以奥拉洛用的率先动手 因为四五分钟时间很短就过去了 周云身前有人了 上面是里昂呢 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提出的方式 下条底线周云的起球传终 给到前点 就是吉祥在这个位置出现 但可惜这个投球稍稍顶偏了一些 但是我们看通过换人之后 阿拉罗游整个的一个新的阵型安排和部署 战术效果已经打出来了 上半时我们曾提到过 临时调整之后呢 倒是把吉祥解放到右边进攻了 但是左边没有长舍边前位 对 现在解放了这个特歇拉 到这来之后呢 边后一助攻 有一个接应点 有衔接 周云就敢下去 而上半时里昂呢 是不太敢下去的 里昂 马上把球传给新上场的周云 瓦卡索被换下之后呢 现在是队长无锡 位置稍稍回撤 跟田一农来组成新的这个后腰的配置 无锡 球传的稍稍有点大 这球一直在边线上滚动也没有出界 特歇拉开始回射要求 这上半时呢 他之前那个位置受限制 说打不出来的 所以解放了他之后呢 一下子使得江东宋敬一口 从后场往前场推进 多了一个很有效的接应点 是 中线附近田一农 这是传球的意图比较明显 中前场又把球断下来 在这里还要提醒VP体育的球迷朋友 下半场比赛再出现进球 苏宁一口还将为大家送上现金红包雨 抢好货就上苏宁一口 吉祥 助跑之后大力变球置了进球里面 投球蹭下了 来 米兰达 转移 周云投球顶一个 这下拉再把球传递下来 这下田野东处理得相当好 小快盘把球给打过去了 叫球 应该从下半时的调整换人之后的表现来看 就像说苏宁一口左右能连起来 对 因为你左边必须球到了那个点之后 才能形成打不开再往右边转 如果你左边没有那个贴着边线金的点 你球过不来 对方的阵型自然而然也不会移动 通过换人之后 阿拉罗有解决了上半场这个左右进攻 边路不均衡的这样一个问题 对 吉强 脚球开起来 投球 李扬 跳得非常高 投球也争到 但是这个顶的线路比较正 来看一下 前场 我们看下海上港队的大分围转移 右边路 王晨超 沐一 寻求在 防守人的这个连接缝隙当中 把球传到禁区 形成了脚球 因为沐一呢 左右脚传球的能力都很均衡 嗯 所以真是在30度脚这个位置上 他右脚一挥 你必须封 他有可能这个一抬脚呢 就是个甲动的又扣回来 对 左脚再去传 上半时好几次在这个位置上的球 都传得很棒 看看下半时上港的脚球怎么设计 嗯 沐一呢还停留在近端 没进去 嗯 阿斯卡直接起高球开到禁区内的后点 最后是时科在大禁区线上 跳起来一个 原地的凌空白腿的弹射 对球的射门的难度 其实是非常大的 是所谓的二踢脚 李文君 李文君 闪身一让 但是呢身后王神超呢 没反应过来 想法挺好 露得挺漂亮 但王神超觉得这球 应该是给他脚下控一下 尼兰达 大脚长传球给得非常准 哦 艾达尔这个难度太大了 是 准备在这个角度打进去的话 就是致敬巴斯腾 对 巴斯腾好像 昨天还前天刚过生日 是 1988年欧洲锦标赛的那场决赛 对阵前苏联队 经过调整之后呢 江多苏联一购 前场就是横向一字排 该三个百元 偏右一点 居中也偏落后一点 那是这个艾达尔 挺在前面桑蒂尼 左边是这个特希拉 哦 我来桑蒂尼这个高度 在场上之后呢 江多苏联一购 就可以打得更加简单一些 更省事 因为基于这个半平比分的话 这个时候有些时候 就不用太复杂地地面打 直接可以找桑蒂尼头上 另外一个呢 边路能打穿了之后 中路有这个高点 也是个战略威慑 退下拉 往中间带 横向拉开 转移给到右路 边后外海米提 调整得有点 有点耽误时间了 来 自己又形成了过人 再想船 海米提的两次船中 都被上海上岗的防守球员 给挡出去 上岗是谁还倒在边路没起来 对 那是那个呢 也是急于进攻 所以也没有把球踢出阶外 最后呢 是主裁判郭宝龙 吹停了比赛 奥斯卡 奥斯卡过来帮着张卫来补防 封堵了之前海米提那道船中 海米提爬起来往回跑的时候呢 右脚正好踏在了这个奥斯卡的背部 所以看这下主裁判郭宝龙怎么认定这个动作 不过上半时 吕文君那个动作的时候呢 郭宝龙是采取了一个偏保守的判法 有点降格处理的意思 这上半场我们不是说了吗 这个内章黄牌对于吕文君来讲 算是躲过一劫 百分百男士定制 青阳由您观看中超赛事 冠军表现无懈可敬 本场比赛当中 视频裁判组再次介入到了比赛进程 主要半会过保龙 还得亲自再去审看一下 最后这个动作 抛开这个花絮不说呢 或抛开这个动作的 慢镜头连续的回放不说 从下半时的这样一个 左右两边轮番进攻的情况来看呢 要比上半时将都宋敬一够 进攻上改善好了很多 海米提这个估计得是张牌 估计得是张黄牌 要找牌 是什么牌 红牌 阿博多还没提 第一回合同上海上岗的比赛是刚刚被停赛 今天是解禁复出 结果下半场才开赛没多久 又是被直接红牌给罚出了场外 爬起来跑这一下呢 其实可以躲开奥斯卡的身体 停顿了一下 从屁股和腰间蹬了一脚出去之后呢 这肯定是一个 算是非体育道德的行为 但主要考虑到上下半时 这两个相同性质的动作 对 你给这牌是不是要一致 转播镜头马上切给了吕文君 你主要考虑对这个性质的认定 你都是一样的话 那你处罚的力度 你要保持一致 没错 你不能同样一个性质的动作 这个就是黄牌 那个就是红牌 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场比赛之后 主台判郭宝龙 又将成为风口浪尖的争议人物 这场比赛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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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换人 下半时进攻改善了很多 左右两边 两翼齐飞都已经打出来了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就出现这么一个红牌 而且本赛季 阿卜杜韩米提 其实状态相当不错 今天比赛过程当中 他的助攻上前 一对一的强势的突破过人 下地船中 本来是这个球队在进攻关 很期待的一个助攻的力气 红牌出现之后 目前场上的江森林一够 人数处于劣势 比分同样也是处于劣势 那接下来呢 整个比赛的这个难度 比之前进一步的增大 对 而且还要考虑到上岗后面 还有阿脑啊 还有富尔克 还有富尔克都没上 包括这个商誉付出的 李卡多洛佩斯 对 现在关键呢 要重新调配一个左右的均衡 你现在把吉祥调回去打 右后卫 那右边前卫谁去打 只能打一个类似于441 艾迪尔可能会不会撤过去打一个边前卫 好 奥斯卡伤了 大腿拉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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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大腿厚嘛 这些伤都是疲劳伤 奥斯卡所有的比赛 除了在第一阶段 好像有一场修了半场之外 几乎都是首方 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打满全场 对 奥斯卡呢 本年 奥斯卡呢 本年 奥斯卡呢 本年 本年 奥斯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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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 本年 年度联赛 迄今为止呢 总共出场15场 出战了1300 这对上岗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这个损失呢 不光是还会影响到后面的中创比赛 也包括亚冠 对 很重要的一个赛事 要没有了奥斯卡 上岗这个比赛 难度会非常大 奥斯卡的意外受伤 也是令到这个上岸上岗的场边 替补球员 都还来不及做热身了 先用蔡伟康替一下了受伤的奥斯卡 中前场杨世元 球给到了左边 无需不停顿直接一条船地 杨世元 绊倒了桑林尼 无需也领到了黄牌 无需也领到了黄牌 这是从身后伸脚 我们看 踩到了李文君的右脚 估计有了这个海美天 招红牌判罚之后呢 无需里边也憋着一股气 因为这就是比赛场上 很多时候你不可预知的一些事情 有判罚 有伤病的出现 因为对上岗来讲呢 突然之间多人之后 反倒是奥斯卡 最重要的进攻核心也受伤 对 一两分钟之内 出现了很多变化 很多不确定性 对起来 过零球 船的分量 线路落点都很不错 那上海上岗这边呢 是守门员陈薇 冲到阵子外 把这球破坏 前面没有好多接用点 前面没有好多接用点 连续两次球到李洋这呢 只能再给周云 而周云呢 也只能回团 这就是少一人作战的情况之下 精硬点不够 对 因为上岗呢 比较会打多人作战 同时呢 也会打这种 如何让对方后场 起球比较难的这种比赛 是 他对持球人上来的压力 上得很快 有一点是两回合之后 两队的情况呢 做了一个正好相反 都是属于落后一方 红牌罚下一人 看看剧本会不会 跟上一场复制的情况一样 米洋 直线长传 副本头球顶出了边线 同时呢 向裁判示意 将苏宁一购队 是不是有人越位 二场边我们看 上岗上岗 华尔克和魏震 都要出场 吕文君因为有一张黄牌在身 所以这个时候 佩雷拉很聪明 避免场上再有这种 红黄牌累积的出现 一般规律上呢 裁判员这个时候 可能会在后面判罚上 对多人的球队更严格 对 所以他现在为了 规避这个风险 先下岗岗文君 紧接着再把傅欢换下 上年轻的中和位 13号卫阵 国民品牌海兰之家 鼎力支持中超俱乐部 海兰之家为中国足球加油 投球 苏尔克和魏震 桑蒂尼 看下第二下 再给他进去中央 桑蒂尼上来之后呢 在现如今少一人作战情况之下 就可以打得更加的直白 更加的简单 对 直接中后场起高球 找他的这个头顶来过渡 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佩雷拉 果弹上位阵的原因 也增加自己后卫线上的高度 就这样 硬起高球 但关键难度在哪 对江东苏尼一狗来讲 要耗费大量的体力去铺二点 对 因为这种二点球 铺起来是很累的 况且现在江东苏尼一狗 还少于人作战 木一的大范围转移 边路张卫 想转身让球 忘了自己已经站在边线上 一让就把球给让出去 哎 说不定顾超啊 这一早 直接奔着自己的主教链 给传过去了 小尼人作战的情况之下呢 每一个球权都显得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后场这种 应该很安全处理的球权 处理丢了 让奥拉罗有很生气 刚刚上场的华尔克 传球出现失误 但是呢 江苏尼一狗也没有传好 在这里 感觉张卫刚刚抬脚有点过高 踢到了吉祥的腰眼的位置 来看一下 估计在打过一会儿的时候 奥拉罗游戒还得增添新鲜血液 特别是那种在前场 很能捕捉二点的有这种灵气的球员 谢鹏飞可能会有机会 对 随着上岛人数优势的累积 从苏宁一哥这边体力的下降 阵型往前推是很困难 必须有一个特别好的 能控球能传 特别是抓二点的人 好 位阵 几状特斯拉反规 这个 绝对是没必要的动作 特斯拉已经完全控球 准备抬脚的时候 你背后过来连撞带勾这一项 表现是 给苏宁一哥一个非常好的前场任意球机会 摆发的机会 特别是往前场推进是挺难的 小二人做战 对方扑得很凶 吉强认一球开始了 二点球 埃德尔胸部停球以后 这球离自己身体太近了 对 白腿根本就摆不开 吉强 又一个大力手抛球 制造进去里面 沐依一条转身的结尾 一条转身的结尾 直接是踩到李扬的脚面上 无锡再把球给到边路 埃德尔扣回来用左脚船 毕竟上海上港的目前人数占优 所以刚刚对着埃德尔 都是两个人上去封堵 边路再把球带进来 传到近期中央 桑蒂尼胸部停球 但是转不了身 只能再回到右路 半镜头回放 田一农身后几状杨世元犯规 杨世元这球呢 其实汤大了 一看不退 赶紧跨步先把身体胶出去 拖了一个呼吸 桑蒂尼胸部这段时间 反倒少人之后呢大举进攻 也集中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对 桑蒂尼这个高空球的优势 现在看还是有的 而且往往他一个人呢 甚至有的时候会吸引 上岗的三个中卫的防守力量 第一落点能够争到 关键是看第二点第三点 对 李杨 投球没有顶远 圈顶位置 华尔克把球传递起来 穆依 我又在看里头 穆依在禁区外很冷静 斜船转移给左路 边路同伴跟上来 投球往中间横传 对 也是形成了相当大的威胁 来看这球 就这种通过穆依或者奥斯卡 连续两个斜线 调对方边位身后的空档 今天打了很多次 对 穆依在这点上发挥非常好 球传的准 而且能知道那个空档在哪 波尔克 射门被封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投球增下来 埃德尔 香港防线收缩得很厉害 几乎形成了一个六防三的局面 是 包括胡尔克都退防到自己的35米区 对 边路 连续的变相准备过人 被绊倒了 李胜龙 跑的是大口喘出气 是 他这个点呢 尼卡托·罗佩斯要能替换 打反击上 上岗力度就更大 估计呢 埃德尔拉还在想 再消耗一会儿 消耗一会儿 将军送进一个后场的体力 不过经过奥拉罗优的指挥之后呢 吴超现在不着急 打强团了 因为这个时候 守眠参与到后场的这个倒角呢 可以解放 等于是把那个人补回来 对 守眠要是老是大脚往前开的话 这球权丢得太快 助力答案之急 吉祥呢 是有拉人犯规 全场至高 省四千元 下半场的比赛 也已经过了三十分钟 将军送到后场 大脚的長船 米蘭達很穩健 面對著華爾克的前衝 穩穩地把這球給控制下來 就行了 米蘭這時候高球沒起來 包括前場右邊外線 當時吉祥已經上去了 準備像二中鋒一樣等高球 結果高球等來的是 這樣一個相對被動的局面 前場二點球踩下來 埃達爾加速啟動 過人過得很成功 但是最後的船中沒穿好 對江東蘇寧以後來講 現在兩個敵人 一個敵人是時間 越來越少 另外一個體力 體力消耗很大 前場這三個外援衝一波 再來下一波 就靠他們三個 先把第一環節的球控制住 才能再延展下去 同時賀冠這也抽筋 同時賀冠這也抽筋 賀冠這也抽筋 上魚瑞 田田地上高度 對江東蘇寧以後獲得了腳球的機會 結果開到門前 都是人 外圍援射 先距離 球停下來 跳到 無錫 二領球的機會 左腳 挑射破名 挑射破門 一比一平 打得很聰明 打得很聰明 而且第二反應非常快 這本來呢 是一個追身球 球在兩腿之間 倒不過來 轉身馬上是個措射 來不及發力 非常會動作 來看一下 也是進去外 不願位 田一農那一角射門 正好這條線路上 無錫把這個球擋下來 順勢左腳 打得聰明 打一個圓腳 內腳背的推射 而且這球呢 搓一個高球 讓陳薇不好鋪 這個劇本呢 跟上一場一樣 剛才咱們還說呢 是不是跟上一場一樣 落後一球 落後一方 少一人 少一人 然後半平比分 視頻助理裁判呢 再次介入到比賽的進程 要審看一下 無錫有沒有躍位 從回放來看 應該是平行 平行 十顆 十顆落在後面 十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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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 進球有效 這樣將蘇聯伊購隊 在少一人作戰 落後一分的情況下 頑強地追趕上來 斑平了比分 而且我知道 罰下贏之後 反倒蘇聯伊購 這個時期起來了 一組半格賽呢 前後兩回合 真的是 整個的進程發展 非常的相似 是 在半平比分之後 將蘇聯伊購隊換人 張誠出場 替下體能消耗 非常巨大的吉祥 阿瑟 準備要上去了 阿瑟 準備要上去了 王仁超 底線的起跳傳中 應該是躍位在先 這個球呢 先是邊線附近 木伊的傳球 被封堵了一下之後 正好彈到了 王仁超的身體 恆大購房節 六重禮 折上折 看電影 上南瓜電影 APP 比賽由此 進入到最後的十分鐘 比賽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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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尼 又是被動之下 把球掙扎下來了 嗯 他下半上的 出場很關鍵 在瓦卡索 其實發揮還可以的情況之下 透以形式的需要 奧拉羅由果斷換人 有了一个高度就是不一样 传终球给到后点 看上岗的是13号 魏镇投球先顶到 在角齐区附近 球出了Binsey 丢了这个球之后 余瑞的换人就干脆就不换了 换一种进攻套路 后场已经有了 魏镇这个高度了 佩雷拉可能在进攻上就想办法 就把这个换人名额用在进攻上 这个呢就得看 佩雷拉是不是愿意去打 这个加时赛 进攻里面双方的争抢 攻防两队啊 都有人倒在进攻里面 江苏宁一国队认为 上岗在背后 把这个身材高大的 三宾泥放倒 我们看包括米兰达 包括李扬 田怡农 都在围追主裁放 来看一下 就是桑蒂尼 自己争了个界外球 然后马上跟着去争二点 再看这一下 李扬龙 李扬龙在背后呢 也在拼命地争这个投球 但是呢 桑蒂尼切的身前 李扬龙就是空中洞子 已经出来了 只能是在背后撞人 就这一下 这样呢 又要劳烦 今天的视频裁判组 这已经是 83分钟的比赛时间里面 视频裁判组 第六次了 第六次 第六次介入到比赛的 这个进程发展 因为这个球的性质是什么呢 桑蒂尼有效控球 他要胸不停球 做下一个动作 而背后受到了 李扬龙的冲撞之后 倒地了 首先这个点 犯规点是在进取里边 剩下就看裁判组 怎么判定这个动作的性质 这就是 所以他的投球动作已经做出来了 没想到桑蒂尼 先挤住了位置 先挤住了位置 最后是李扬龙这个左肩膀 撞到桑蒂尼的后背 接外球 我们看最终的视频裁决 没有支持点球的这个申诉 目前今天 郭宝龙赛后也会成为议论的对象 比赛进入到将近85分钟 上岁上岁的再换两名替补球员 一前一后 按照托维奇换下李胜龙 余海换下之前有抽筋的贺冠 之前呢我们一再说 桑蒂尼的上场 整个战术框架里边非常重要的改变 而在上来之后呢 桑蒂尼一购确实是在进攻上 不像上面是那么头疼 效果打出来 因为上面是特鞋拉的一种替法呢 你要给它精准的船球 精细的船球 而对桑蒂尼来讲 空中轰炸更简单一些 更直接 桑蒂尼一购百亿补贴 旧补大牌子 买到就赚到 场上呢我们看 富尔克沿着边路的反击 但是最后这条往中间的横船 船的比较深 也是高估了自己同伴 阿闹托维奇的跟进跑动的能力 对 阿闹托维奇的 桑蒂尼在场上还能抢 嗯 赵尔克沿着一条铁围 有力球 裁判事宜比赛继续 富尔克把球带出来以后 一条鞋船 按照维奇 稍作调整进区外的一条 很有力的鞋舍 球打偏了 刚才那个 进区里边的争议判法 没判之后 这张和孙恩以后来讲 后边很难熬 人员上 体能上 人数还少 如果真脱入加速赛的话 太被动了 对 所以对孙恩以后来讲 奥拉洛优来讲 也很希望赶紧 九十分钟进的解决问题 传练特杰尼里面 挑射 就差一丁点了 特杰尼的挑射 打到了边网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利用速度的冲击 挤身位 最后呢 还是动作速率更快 石科明显跟不住 他的节奏 石科呢 可能还想压住身位 来处理球 没想到特杰尼 不用身体 绕过来用脚挑射 可惜这球挑偏了 差一点就形成了绝杀 是 就这个时间点 如果被特杰尼 刚才挑射破门的话 上岸上岗大概就很难追回来 是 木一 过顶球 王神超底线先把球控住 传回来 也是越位 越位 这个越位还是很明显 全场比赛 总共出现了四次越位 都是上岸上岗的球员 桑基尼 前场这个桥头堡 建立的相当牢固 对 而且他还有不错的反抢 包括进区里边那个球 靠他积极的反抢 自己争完 界外球投球 再去又二点 所以他一个人的表现呢 多少抵消了 台米提被罚下去 少一人的这个劣数 哇 爱点 也在前场能抢 最后是蔡惠康的铲球动作 可能也是 也是碰到了埃德尔的脚踝 三点姆势三分钟 三点姆势 很会判断第二落点 贴着边线的过顶球传递 球出界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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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